原来吃顿饭的学问还这么大 而用餐场所的座椅 要让客人坐得舒适又安全 其中的设计诀窍 请来看我们的追踪报道 大的小的圆的各种餐厅座椅掰掰快 长条座椅不适合吃饭用吗 符合人体工学的意思 怎么选 玩七个服装部分 就是比较符合人体的工学 它像这样下来的部分 我们现在坐上去 它是完全服贴的 背部做完全服贴的 专家带你挑 坐上去椅子当然要够舒适 挑椅子 专家说基本上座椅高度离地面 至少要45公分 椅背挑选有弧度 还要看看和人体服不服贴 再来座椅的柔软度 才不会让臀部坐太久造成酸痛 而小腿和座椅能垂直90度才刚刚好 而民众挑选椅子 向重各式餐桌椅 坐上去试试看 大多数椅子最好有椅背 坐起来重心比较稳 有椅背若是木板直立的 坐起来比较硬 而中空造型不贴背 也不适合久坐 另外有人喜爱流线型 座椅有铺棉比较舒适 如果整张椅子都是铺棉 适合久坐 但就是价格比较贵 铺棉的会比较软 坐起来会比较 可以坐久一点 可能会比较舒服一点 当然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舒适座椅端看个人需求 但至少要让整个臀部 坐满座椅坐得稳 饭也才能 好好吃吧 春新闻 曾建勋 华春 台北 采放国道 春新闻 台北 采放国道